206 南投溫泉季正式使用 市已宣布溫泉季正式启动 南投县内三大温泉区将陆续登场 今年主办单位别出新菜主打原香食博 利用当地食材经过精心料理之后 要让来访游客大谈美食留下美好回忆 请我们当地的一些美食业者 在现场会摆设一些我们当地的 比较有特色的一些像猪筒饭 或者是一些布鲁组特色的美食 来供给各位游客来使用 东浦的部分也有一些原素品的红果 加上我们原香的一些农头商品 非常值得大家去理由 南投三大温泉区分别为 国县北港溪泉 浦里温泉区 以及东浦温泉区 每个地理位置都跟邻近原香部落 都有息息相关 当地民众及族人也抓住这个商机 推广自己的农特产品 我们的咖啡都是属于阿拉比卡咖啡 所以喝起来的话是有一点酸 然后带点苦这样子 泰亚杜加村的附近也有我们的赛德克部落 那个地方也可以去逛一逛看一看 铺域旅潭呢 以前是赛德克以物换物的地方 那很特别就是 这个水呢是他们曾经在居住的一个 非常良好的一个水之源 主办单位表示11月16日北港溪温泉区首先开幕 每一区都会安排好吃好玩活动系列 更欢迎来访民众走近步路 体验艰巨文化的原香汤之旅 原市新闻阿多古拉班南投市采访报道 阿多古拉班南投市采访报道